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經過一輪休養以後 他的武肺檢測結果都是呈陰性反應 在昨天他強勢回歸 重新投入他的競選活動 他復出之後的第一站 就是去到搖擺州佛羅里達州進行造勢大會 從網絡的畫面所見 參加者可以說是萬人空巷 而且他們的情緒可以說是熱情澎湃 非常之洶湧 彷彿心底裏 就有一種壓抑了很久的情緒 要在這次的造勢大會當中釋放出來 當然這是跟美國社會的風氣有關 如果你跟鄰居說你自己是支持拜登的話 那就好地地 但是如果你公開說自己支持特朗普 恐慌就不知道會不會惹來什麼麻煩 尤其是在民主黨執政的州份 那些州份對於席卷全美國的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 就是採取一種放縱的態度 如果在那些地方公開說支持特朗普 分分鐘會被人打都不奇怪 當然佛羅里達州就已經好一點了 因為州長就是共和黨籍 可想而知 在民主黨執政的州份 特朗普支持者的情緒壓抑是更加之厲害了 我們又比較一下 拜登的造勢大會當中 他的支持者 其實情緒方面就相較平和一些 氣氛方面也平靜一些 就沒有特朗普那邊那麼激烈 為什麼特朗普第一站就要選佛羅里達州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上屆事實上是贏得不多 只是比起希拉里領先一萬兩千票 即是多大約百分之1.2的選票 這屆一定就是要保住佛羅里達州 才可以穩住勝算 所以特朗普第一站選在這裏就是沒有錯的 遲些他又會去其他搖擺州份的地方巡迴 另外我又看到在Twitter上風傳一條短片 片中就拍著特朗普在造勢大會上 聽著現場的音樂就聞歌起舞 特朗普以74歲的高齡 剛才確診完母肺 好回無奈 就已經是展示出他精力充沛的一面 可想而知 他的精神狀態絕對是足以升任美國總統這個職務 反之拜登又怎樣 他當然站在這裏都好像很吃力 而且最近還中了一波大四起 連續四次失言 首先第一波是什麼呢 當他進行一次的演講的時候 在這個賓夕法尼亞州 他就無厘頭地 陳克勤上身 他就說 You are trying your breast 被特朗普擦角度 放在YouTube上 其實不要說身為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 就算做了78年美國人 這些簡單的貿易都不應該錯 明明是叫人 全力以赴 現在就被他說到變了警察的胸 你說多麼欲酸才行 好了這個出衝第一波 第二波又怎樣 記者就問到他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數應不應該增加呢 因為現在有九個人 六個就是所謂保守派 三個就是所謂的liberos 孤且亦做自由派 因為保守派那邊就是撐特朗普多些 所以現在就壓倒勝六比三 有些人就醞釀想增加那個人選 譬如說增到十一個十三個 就溝探特朗普委任的人 好了 拜登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 他就竟然回答說那些選民 是don't deserve to know 即是說那些選民是不配知道他的看法的 哇你真是大肆意啊拜登 那些記者就是問你怎麼看嘛 你不要當自己是林鄭才行 唉你說你don't deserve to know 那哪一個才deserve to know呢 是不是希拉莉 或者是賀錦麗問你才可以回答呢 一般的選民就當臭四 好了又出衝第二波 第三波又怎樣呢 當他提到這個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的時候呢 他突然之間就是 老海一片空白 然後他就顧左右而言他了 他說 當我跟那個參議員 那個魔門教徒 那個州長競選的時候 我就遇到麻煩了 但是說來說去呢 就是 說不出 羅姆尼的名字 就是證明他的記憶是有多少衰退啦 那麼一般人 去到七十幾歲 記憶力有所下降 就在所難免的 但是拜登現在要競選那個是美國總統嘛 啊 你這個職位是影響到全世界人的命運的 啊 所以呢 你如果沒有記憶就很大劑 不單止是美國人大劑 全世界人都大劑 好了 那麼他第四波又怎樣是被人吃出衝呢 啊 他講講一下 就說自己是在競選這個參議員 喂大哥 你連自己競選總統都不知道啊 所以呢 這個拜登經常 有時候 在那個 思維方面 好像有些混亂 啊 他不單止是口誤那麼簡單的啦 口誤呢 那些就是try my breast 那些就叫口誤啦 就是一陰至差 但是這些為完全記錯了那個事物的本質 啊 你選總統你說自己選參議員 這些是糾不達白 是不是有多少精神錯亂呢 都不單止是認知錯誤那麼簡單 只不過有很多人純粹就是不妥特朗普 所以就是有一個逆向思維 選了拜登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現在的郵寄投票 情況了 都相當之虛狠 接著昨天就已經有超過1000萬人 已經寄出了他們的選票了 這個數字就是創了歷介以來的新高的 另外 政黨方面也都是各出其謀 因為在美國 由一些政黨代理人來 收取選民的選票 來代為寄出是合法的 所以無論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在做類似的事 至於在這個提前投票的第一天 多個州份都排了長龍 因為不單止有這個郵寄投票 還可以去到一些 實體票站的那處 有些人是排了五六個小時都照排的 可以反映得到 其實選民對於投票的 慾望是 非常之恩切 只是現在暫時未知道 究竟哪邊的陣營是比較多的 究竟是不妥特朗普很久 想用選票來 趕走他 還是 壓抑了支持特朗普這個慾望很久 所以一定要去到票站那處 投下神聖的一票 我相信 這個都很快會有結果 因為 美國是很厲害的 不單止會做 一些民意調查 而且這些寄了選票的人 究竟他們的 政黨背景是傾向哪邊 也會有一個數據出來 過兩天就會有 至於 加州方面 有一名黑人 他宣稱自己撐了民主黨四十多年 每一屆都是投給民主黨的候選人 無論在各級選舉 但是這屆他就說要投給特朗普 而且是第一次投共和黨的候選人 也是第一次支持特朗普 這個人就不是信口開河的 他簡直連選票都拍下了 當然 在美國的選民 最好就是要查清楚你自己的州的法例 最好不要亂拍照 免得以身事發 這宗消息霍士就報導了出來 特朗普親自打電話去 對這名南加州黑人致謝 相當之溫慶 我們最後就說說 曾經在2014至2017年 擔任過美國前駐華大使的 鮑克斯 這個是民主黨籍 他就警告 如果拜登一旦當選美國總統 美中關係 將會獲得重子 而拜登也都將會以更加傳統的方式來處理美中關係 這位鮑克斯就說到了 拜登是不急於跟中國重建關係 他將會首先是專注於重建美國的經濟 然後就是 重新創造就業職位 專注於戰勝武廢的病毒 其實就算這位鮑克斯前大使不說 很多香港人都猜得到 如果拜登上台之後 中國是會鬆一口氣的 當然 很多人都堅稱 美國兩黨是有一個對華強硬的共識 其實我也不應該質疑 可能在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層面 真的有得不定 但是上到總統的層面 到底拜登和賀錦麗 有沒有特朗普和彭斯對華那麼強硬 這個大家是心知肚明 而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層面是能夠 影響到白宮的層面有多少 如果是可以的話 當初佩洛西都能夠影響到奧巴馬的施政 而且特朗普背後還有很多班底 對中共非常熟悉 比如說蓬佩奧 還有蓬佩奧的幕僚 余茂春 如果是由拜登上台的話 當然這班人全部都會撤換 至於為什麼 白克斯會認為 拜登當選美中關係會重置 因為美中兩國都互相 存在投資和商業的利益 是一個互補的經濟關係 中國人希望買大豆養豬和在中國生產半導體 而美國人就想把大豆和半導體賣給中國 其實從這位鮑克斯的言論當中看到 他的思維模式 仍然是被經貿利益主導 所以難怪拜登一上台就會撤銷對華關稅 因為他說要集中處理美國國內的問題 要集中於所謂戰勝病毒 反之 夏同中國就不需要鬧得那麼僵 所以我就相信 拜登說到 一旦他上台之後會撤銷特朗普對華所加徵的關稅 不是說大了那麼簡單 而是 將他心裡那句都說出來 這些就叫做鬼魄後尾枕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